欢迎回到老王说 大家我是老王 在过去台湾的灵异节目 最一开始 就是1984年推出的 信不信有你 里面包含短剧 还有找一些当事人 来说一些灵异故事 后来才在华氏的《雄环炮》 让司马中原在节目上面说鬼故事 但是灵异节目 做到让大家模仿 而且收视率最高的 就是《玫瑰之夜鬼话连篇》 当时的主持人是 彭恰恰和曾庆宇 最后才有《鬼影追追追》 《不可思议的世界》 和《哎呦我的妈》这些节目 可是因为鬼神类的节目 对商人来说商业价值不高 能够置入的广告过少 因此渐渐没落 但最让我印象深刻的 那就是《不可思议的世界》 因为他们有一档节目 叫做《大丹旅行团》 这个旅行团总是去一些可怕的地方 但是你一定好奇 主持人看到鬼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今天老王就要来说 前摄影助理的故事 他经常跟着《大丹旅行团》去出灵异外景 故事来自灵异公社 接下来故事老王会用第一人称来叙述 从小我对摄影就有一定程度的热爱 所以那一年在等当兵的同时 就到某一间传播公司去当摄影主理 负负责开车扛脚架 做各种打杂的工作 其间公司接的案子中 最多的就是娱乐百分百 还有《大丹旅行团》 《大丹旅行团》的工作没有什么能想接 所以我常常就跟到这个工作 但我做这个工作 虽然零一点不多 也没有看见什么鬼 什么神之类的 但就有几次印象真的很深刻 第一个是去金山某一间废弃家具厂 那一天晚上约莫大概十个人吧 摄影大柱还有摄影小柱 那也就是我啊 还有摄影师跟两位主持人 还有一位师傅 以及制作人跟相关工作人员 因为这个地点之前来过一次 过程也没有发生太可怕的事情 所以大家就很放松的 沿着草比人高的路走了进去 因为我是负责打灯光的 所以前面的一草一幕 我都要特别注意 远远的就看到了一台车子 停在废弃工厂的门口 我还小声的开玩笑说 哎哟 有人来这边车证哦 接着我们一伙人 慢慢的往工厂移动 也越来越接近车子 画面一转 我就把灯光打到车子的挡风玻璃 瞬间 我感觉心跳慢了好几拍哦 握着灯光的手抖了一下 因为车子里面 有一名富人 躺在主下子座 旁边放一个脸盆 脸盆里面有木炭 可想而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大家迅速往外撤 通报119来协助 后来消防人员来破窗 发现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 通报相关单位 我们就到了当地的派出所 只有富人的家人也来派出所 给我们一人一个红包 啊我们当然不收钱啊 就把红包收着 钱退回去 对于我们来说 真的是第一次遇到这样不幸的事故 但是转念一想 其实我们也是帮助了这位老太太 不然那个地方 真的太不容易被发现了 可是节目还是要继续拍啊 于是我们又找了一天来拍片 但是这一次没有带老师 抵达地点进去以后 先简单走一圈 后来大家想说先休息一下 聊聊天喝个水 摄影师就把他的摄影机关机 然后就先放在旁边 大家就开始瞎聊 就在气氛轻松的情况下 主持人忽然双腿一跪 用头猛磕地板 边跪边哭 当下我是真的傻了 我心想他这是怎样啊 都休息了还要那么拼哦 接着我就跟大柱两个人 把主持人架着 开始往外啦 摄影师也很专业的 开启录影机开始拍摄 我跟大柱架着主持人往外的同时 主持人嘴里一直说 我好可怜啦 我真的好可怜啦 我好可怜 我不是故意的 请原谅我 请帮帮我 我们把他架到外面的墙角 想着下一步要怎么办 主持人的口气就开始从哀求变成凶狠 你们一定要帮我处理 不然我就带走你们 我心想是有没有那么夸张啦 但这句话我印象超级深刻的 制作人当下觉得情况真的不对劲 当天根本没有料想他会有这种情况 也没有带老师过来 所以制作人决定先撤出这个地方 我们一伙人驾着主持人往车子那边走过去 这个主持人呢 还是呈现抓狂乱言乱语的状况 到了外面以后 我跟制作人两个人先开一台车 前往金山附近的冰农滩 问附近有没有公庙 问到了以后 马上打电话给另一台车 一起前往公庙 到了公庙 我马上下车 去另一台车协助扛人 打开箱形车一看 我就看到主持人被大柱使用摔角请记忆的方式架住 动弹不得的乱吼乱叫 我们赶快四个人联手把主持人抬上去公庙 上去以后师傅就开始沟通 用我也听不懂的方式在沟通 但在这个时候 主持人已经慢慢的恢复冷静的状态 后来才知道就是当地的鬼 知道这个主持人好上身 就上身要找人帮忙 希望可以让他早一点离开那里 当初他就是在那边想不开 结果一直卡在那边 也没有办法找人抓交替 后来公庙讲了快一个小时 结论是他决定暂时先放过主持人 后来听大柱说 之所以要把主持人架住 是因为汽车驾驶开车到一半 主持人忽然跑去掐驾驾驶的脖子 这个时候制住人就很难过的说 可惜没拍到 不然应该很经典 后来听说主持人自己花了一些钱 去祭拜废弃工厂的阿飘们 这才没事 但是你问我 这主持人到底真的还假的 其实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想不透 在摄影机关机的状况下 真的会有人那么敬业吗 还在这种时候做出这样的演出 后来我们去到南部某个医院 外观我记得是布满着藤蔓 还记得那一次浩浩荡荡的挺多人的 共有两台大台的摄影机 两台小台的摄影机 分成两组人马在医院里面探险 这才有了下一则故事 这个病院位在南部 外观破旧不堪 不是姓林医院 待在具体位置我忘记了 我只记得这个医院进去以后 整体就像是另一个世界 环境非常的闷 也很昏暗 我分斗的那一组 就到处晃晃到处拍摄 印象很深的是 我们有进去到开刀室 里面有许多瓶瓶罐罐 还有用浮马铃浸泡的器官 满地都是病例资料之类的 忽然对讲机喊着 出问题了 出问题了 赶快过完 因为另外一组的主持人 忽然昏倒 另一组的摄影助理背着主持人 疯狂式的跑到我们这一组 跟老师会合 老师马上用了一个结界 说让主持人先在这边休息 可是由于摄影组 必须继续拍摄 于是就留下我跟主持人 然后由我负责看顾他 老师这时候就说 看可不可以把他叫醒 接着我先压他人中 完全没有反应 不管我怎么摇 用矿泉水泼他 他也是没有醒 那你问我他到底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 最后我们把他扛出去 到车上 给他喝了补水 他才慢慢醒过来 后续在剪接的时候 我们这一组拍摄 存放器官 瓶瓶罐罐浮马铃的影片 听剪接的大哥说 整段都不能用 因为出现了很多奇怪的杂讯 但是摄影大哥表示 当下他看摄影机 只是觉得 摄影机的画面有小跳动 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后来那部影片 最大的爆点就是 摄影助理背着主持人 疯狂奔跑的画面 但是对我而言最恐怖的就是 我用力打巴掌摇他 他怎么样都醒不来 反而喝了浮水就醒了 这真的让我感觉到 有点灵异 主持人的事件 其实也不止这一个 还有另一个 也是让我觉得恐怖 而且真的不可思议的 事情是这样的 那一晚接到通知 要到桃园的某一间废弃器器院 除外景 到了地点 外观基本就像一般的废弃大楼 毕竟外景看多了 也见怪不怪 但我印象中 某一层楼放了超多神主牌 听说就是之前意外离世 是那些人的昏暗的柔道 加上红色的烛光 超像香港恐怖片的 那里是真的让人觉得很麻 这个地方印象中 我们总共去了两次 第一次没带老师 第二次 大家真的吓到了 这次就要找老师了 这个地方 外面有一个工地的围里挡住 走进去以后 里面的样子就像废墟那样 一路往上走 画面就会越来越可怕 因为那边周围都黑黑焦焦的 就是被大火烧过的模样 地上则是满地的名字 跟一堆热射 每次出这种外景 我都会关心另外一位 正值摄影助理 基本上 这个地方有没有戏 看到的表情就可以略知一二了 它是属于比较敏感的体质 只要是没戏的地方 我们就会嘻嘻哈哈 带着愉悦的心情 看着主持人被吓 如果这个地方有戏的话 我这个同事的脸就会不同了 他会发白 冒冷汗 一整个想吐的表情 试过好几次 雨漆不爽 所以我这次就开玩笑的说 感觉怎么样 有没有戏 他不用回我 我就知道有戏了 因为他已经在旁边吐了 但是没办法 还是要继续拍 我们就继续往上走 除了环境很恐怖 加上空气很闷热以外 其他倒是没有太大的异状 上楼后拐了一个弯 走在前面的主持人 开始有异状 忽然主持人乱吼乱叫 甚至乱冲乱跑 这个时候我跟摄影大柱 马上把主持人固定住 虽然说我们遇过 类似的状况好几次了 但是这次凭良心说 挣脱的力气跟疯狂的感觉 比以往更大 我们两个真的是快要拉不住 这个女孩了 所以我就赶快大喊 赶快叫制作人来 快点 接着制作人也来帮忙拉住 抓着以后我们就往外走 出了大楼以后 好像就好了 稍微休息一下 让老师处理 接着我们又走到类似戏院大厅的附近 主持人又再次抓狂 不断的想挣扎 想往上面冲 老师也赶快跟上来 压制主持人稍微处理 接着我们就先撤出去 事后闲聊 主持人说 当时脑海中有一个声音 一直叫他往上面去 然后从窗户边跳下去 听完以后 现场一堆人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我也在心里想好家在我们有抓住他 不然我们就要上社会版面了 我想大概只有制作人会觉得可惜没跳 后来因为没什么画面 制作人就叫主持人 也就是人称大胆插的 去洗手间做感应 我听到之后 心里想这个给我10万我也不要去 主持人其实也是不想 但是制作人很会情绪勒索 例如 现在就没画面了 你主持人 怎么可以不去体验啊 哎呀大家都在等你呢 你真的不去吗 都在等你呢 总之扭不过这个制作人 主持人就点头答应了 摄影道具架设好之后 就留主持人在洗手间 你以为坐着感应吗 不是 是躺着感应 我们一伙人测到不远处观看萤幕 然后边听声音边观察情况 感应期间其实没有什么爆点 就听到主持人顺念说恐怖 然后不时的尖叫 还有偶尔会发出气音的笑声 最后是感觉他已经面临崩溃边缘了 我们一伙人才下去解救 后来救出来大家就问 哎你干嘛在那边一直在那边笑啊 他才说他从头到尾都没笑 那我们听到的气音是什么 这就是我20年前的工作经验 你说整体最可怕的是什么 我想你应该跟我有一样的感觉 就是制作人最可怕 故事结束 今天这则故事结束啦 其实之前真的听过相关人员说 以前制作人真的都很硬 然后拍影片就是从晚上6点拍到凌晨 没有情况就是要搞到有情况 Eason我曾经跟他聊天过 他就说他曾经真的做到被鬼根啊 那段时间死运非常的不好 所以各位朋友啊 如果你好奇在家看老王说就好 不要随便乱跑啰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我是老王 我们下次见 我会不会听到你了 然后按下周围 我们下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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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次见